积极大山是许多登山民众喜爱挑战的小白月 登领后可以眺望周边的乡镇风光 但目前因为缺乏整体规划 立委蔡培会以及先议王秋署认为 如果将积极大山纳为日馆处的管辖范围内 以铺里虎头山为例 相信可以大大的提升积极大山的观光建设 因此特别邀请交通部的观光处 来到积极大山山脚下 进行相关的讨论评估 要把这样的一个纳进去 这就是要刻我们大家的努力 刚才这个处长有讲到 他要做一些资源的盘点 就是说观光资源点才有什么 我们要讲得出 故事要讲得出 像委员大概是最佳的代言人 他一讲 大家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好 应该是尽早再来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处女 既然地方有这个期待 反正就是把地方的 这个资源盘点出来 然后相关的程序 让他刚才委员讲到 有尽快的 让他能够往下走 因为王秋水表示 积极大山先前就有机会 要纳入日管处的范围 因为种种的原因因此作罢 希望这一次可以成功争取 纳入日管处的范围内 今天非常欢迎是我们的台北会委员 和交通部 我们的次长 和我们的观光署的副署长 共同来跟我们的一只大山 来了解到我们的一只大山 可以来纳入我们的国家级的风景区 来给他们做管理 未来我们的一只大山 做到真正好的范围 不管是他周围的设施 还是道路的铺设 都会来给他做一个真正好的范围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日管处 王议员相当感谢中央单位 对于地方观光发展的重视 目前也预计 明年会进行相关的评估 共同人在每一年 都会来给他做一个评估性 未来我们的一只大山 有我们日管处来 给他做一个真正好的妥协 这个规划的位置 我相信我们的游客 都会走入我们的极其大山 看到我们极其大山 我们里面的美 尤其我们的这个风景 是非常地漂亮 可以看到我们低空的云海 所以这个保分 可以更快来做完成后 可以把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游客 带入我们的极其大山 日管处也表示 目前将要进行相关的 规划评估 并预计明年提相关的计划 希望能够以最短的时间 来向中央争取 纳入日管处的范围 记者邱平毅 西级采访报导